各位好 今天同學來 老遠從台灣來 所以把車清一清 用這個吸塵器 這個是 可以吸 濕的水 而且它可以噴 只要把這個放在這邊是吸 放在這個管子是噴 所以說它是風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出來 所以看你管子插在哪裡 那就 就把這些 清一清 工作車太髒了 嗯 哇真的很髒 沒關係我再訂個 東西就好 這麼髒 嚇死人 嘿嘿 OK 清一清再給你們看看 清的怎麼樣 拜拜 忍不住要來介紹我的車子 這是一台 Prius 2011年的車子 壞了一次 說是兩個三個車廠 兩個車廠不修 一個車廠說要一萬五 一萬五千塊美金以上 所以我又去 買了一樣那一輛也壞了 所以我這一輛讓我五百塊就修好了 所以我這一輛讓我五百塊就修好了 呵呵 人就是這樣 然後這一輛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當貨車嘛 我都叫它Prius truck 我如果說把前面這個墊子 我如果說把前面這個墊子 拿開 拿開 然後墊個東西在那邊 然後 十六尺長啊 差不多有五公尺長的樓梯啊 我可以從這邊放過去 放在前面的駕駛台 駕駛台那個 那個dash 那個平台上面 也是東西墊著 然後跨過這個 這個 車架 就是 passenger 座位 然後 這裡再用一個東西把它墊高 讓樓梯 可以平平的這樣放上來 那 那 美國呢 是 車圍以後三尺 你不需要 用紅色的 袋子去綁著 然後如果超過三十以上呢 那已經超過 差不多 五尺 七八尺 那 那這個超過七八尺呢 我就用一個紅色的袋子 把它綁著 那 還有呢 我車頂呢 也曾經放過 四片的鑽握 還有七個門 就綁在上面 那怎麼綁呢 這個 這個Prius呢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勾 勾 有沒有看到 後勾 在這裡 那個勾 穿勾那個洞 怎麼走到這個 這個 這裡 這裡 有個勾 有個洞 穿勾繩子 那 前面呢 前面呢 這個一個 脫車的管子 就像這個 這本來有一個 像殼子一樣 我就來看看這邊 是不是也是 這邊可能 可能也是 就是 就拉這邊 拉這邊 會比較對稱一點 好 那這個勾子 就可以穿過線 所以就可以綁在上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然後這個 也可以綁 可是不能綁太重 會把它拉壞 嗯 你看 所以 就是我 十年 很好玩 OK 我再繼續 清車 為同學來 拜拜 你們大概沒有 見過這麼髒的車 好在有同學來 清一清 真的是 嚇死人了 兩年沒開 最近才開動 那以前看 是怎麼混的 嗯 前面還有 這個要清多久 OK 再來看